1 2 3 1 2 秒 1 2 秒 這樣 之後 然後是Touch 最後 多了個BagTap的功能 按鍵 可以用DoubleTap 選一堆功能 或者是模式可以自己設定的 即是用以前13的Sort Cut 或者是一些Default可以選擇的功能 其實是很豐富的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選擇兩下做什麼 三下做什麼 可以設定兩個程序 然後就去這個下面 Sound Glastation 這樣就可以有很多事情選擇 例如有Alarm Fire 煙 撈狗叫 有車的響音聲 門鐘聲 水聲 寶寶哭聲 那你哪些有需要 要你剪掉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剛才的測試 即是要剪掉那隻貓的聲音 家裡有貓的 我可以試一下 好了 那我們就玩這個AirPod 現在在Setting裡面 把我的AirPod拿出來 把AirPod拿出來 把AirPod拿出來 然後 下面就多了一行 聲音調節 除了有三個不同的聲音的取向之外 除了有三個不同的聲音的取向之外 亦都可以選擇這個Custom 那你 Before you start 就要確保 這裏環境寧靜 然後就問你一間問題 聽不聽到它說話 其實如果你大聲 你會聽到有聲音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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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